下面来的是我们 修岁中国的同事周伟华 这次要给我们介绍的一个 正在积极发展的 自动画桌面测试的框架 OpenTV 有请美华 今天我讲的这个是 Open桌面和自动画测试 那个 打算快点讲讲 就给大家过一份时间提问吧 然后准备先从那个 这个正面自动画测试 开始讲些我和自己的 个人的理解 首先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做测试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很明显 我这边就是引用一句话 就是那个磨碑定律 可能搞测试很多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这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任何的一个系统 它有可能出现有可能出现错 或者有可能出现失败 那么将来的话 这错误必然会发生 这一种可能性 这个东西是原先在 1949年 在美国空军的一个实验室 一个叫 摩菲的一个营充师所在 但是后面就是 引用到很多领域 包括基本机能 所以说 那个测试 可能是有必要的 那 关于测诵化测试这方面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 有这么一句话 这也是我同事 我们其中一位同事说的 把它放在上面 就是说 把机器的事情交给机器去做 然后这样呢 能让我们的工作 更加的人性化 因为测试这种东西 有很多就是 重新的工作 如果你要用手工去考的话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时间的一个成本 这句话我写的 就是说 在那个 就是用户都不想做小排除 所以我们尽量 带用户发现大口钱 我们能发现 然后 关于桌面测试 桌面的机能化测试 有人可能感觉到 就比较困难 就是说 这个聚集难解的什么地方 首先就是 测试的 我从输入和输入的角度说 从输入的角度 就测试 测试 包括比如说键盘的输入 然后 鼠标 那个声音的输入 还有摄像头啊 这都是螺旗系统的输入 然后输入呢 这些输入 模拟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输出呢 包括 显示 显示输出 包括声音的输出 等等等等 输出这方面呢 对于弘洋这个输出 输出使用满足的要求 这点也是 对于济缘机程序来说 能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另外就是输入和输出 结合起来的话 这个事情更复杂了 比如说我在这边举个例子 就是桌面上有一个按钮 然后我用鼠标去点击一个按钮 然后我来模拟这个操作行为 然后这个button呢 它会 它的位置并不不定 然后这样呢 作为鼠标来说 我需要找到这个定位 定位到这个button 然后可能需要用一些 图形匹配的一些工具 然后呢 这个鼠标去发出一个命令 去点击这个button 但是点击的结果呢 就是也可能这个窗口消失了 然后会有新的button出来 于是这个button的位置又改变了 所以这是一个交互性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可以说是变数在里面吧 比如说不同系统 它有不同的机器 它有不同的那个分辨率 屏幕的分辨率 这些分辨率导致你的那个桌面 显示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是做一个测试的一个 一个脚本 好这个脚本的话 你需要考虑到这些情况 另外就是一些UI上面的变化 比如说style 就是它的颜色变了 或者它的那个大小变了 你重新进行匹配的话 你就得考虑到这些变化 另外就是用户的行为 比如说用户拖拽这个窗口 然后那个resize这个窗口 另外还有一些异常的处理 比如说如果真的发现了bug 它会有一些错误提示 这种东西在你的那个 就是中间测试也必须考虑进去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那个所以说我认为比较困难的就是桌面测试桌面测试 桌面测试也比较困难的就是这种交扣性的这种测试 就是当你像这个桌面发送了一个指定之后 它返回的指定你必须得识别 能识别得到 但是虽然说桌面测试比较困难 但是我认为其实 选择的余地还是挺多的 我们作为我们那个就是在SUSAQA Team 当时提到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 有很多现成的一些测试框架 比如说像Strong Win Strong Win就是通过调用这个 Obsessibility的一些主将 来直接控制那个窗口行为 直接来控制那个控制菜单啊 控制这个 但是它这个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还是比较偏底层的 都能完全模拟用的用户的使用习惯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来谈到OpenTOA 这一会儿我会讲 还有就是像MODMAP 像Selenium这些东西 它主要是针对SERIQA温暖器的测试 所以我们出去有这种充用性 还有就是像Spooly这种比较新的这种框架 一会儿我也会提到 那么最后我们为什么就选择了OpenTOA呢 有几点 我这里也说几点原因吧 首先OpenTOA这个开发是非常活跃的 然后这样能保证你的就是 这个项目是一个可持续的 可持续的项目 另外呢就是 它可以测试安装过程 这个是OpenTOA的一个测试之一吧 就是许多其他的测试框架 可能没法测这个安装 因为在系统安装的时候 你这个本身的环境 测试环境是没有的 然后至于为什么它能测试这个东西 我后面会提到 另外一点就是多进程这种测试 它可能它可以在同一台的那个机器上 测试机器上跑多个测试 同时跑多个测试 而且测试舒缓可以自己根据记忆的性能 S定义 另外就是 对于 部署这个测试环境 它还是比较容易的 对于在OpenTOA这个平台的话 现在有现场的那个 repo可以直接安装的可见 那么下面我讲一下 这个OpenTOA它这个具体它是 它细节是什么的事儿 首先最核心的一个 就是最基础的两个组件 就是一个是虚拟机 就是我们用的 现在主要用的 QMU加KVM 因为其实现在也是支持VeroBox 但是我们在实际时 都非常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 OpenCV作为那个 图形体配的一个方式 主要的过程 就这三点 一个是 简单来说吧 归纳起来就是 向这个虚拟里面 发那个 发送那个 3K 发送那个 按键的命令 另外呢 就是 命令发出去之后 获得反馈 就是屏幕截图 然后再通过 头昆CV对这个 截图形的匹配 这是 就是概括起来说 大概这个过程 但是这其中细节 还是比较不少 开发语言应该是POW POW语言 OpenQA 现在我们一直谈到 这个OpenQA 它实际上是个整个的一个框架 里面细分的话 有两个部分 什么 偏向于测试这块的 就是 OS Open install 这个部件 偏向于 那个用户这块的 就是 OpenQA 它俩合起来就是 可以称之为 这个OpenQA的一个 测试框架 主要分工就是 OS Open install 主要就是多具体的工作 具体的测试 主要控制这个虚极 进行匹配 这些 OpenQA呢 就是生成一项任务 根据你的需求 根据你的自定义的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 template 来生成这个这个 job 具体的怎么工作呢 是这样的 整个这OpenQA的测试框架 实际上 其实到目前为止 最新的版本 是围绕着一个 一个Pore的 一个 Web Framework 来展开的 就是Modulate 非常强大的 这个东西 具体来说 就是如果你有一项 测试任务 通过一个 一个 你可以控制的 一个 前端 可以说是 然后 像这个Modulate 是发送一些 比如说 你的ITO文件 你的 那个测试的一些 一些 比如说 你测试的 那个 版本号 你测试的这个 桌面 桌面 桌面市场是 可能我们还是 KDE 另外呢 还会发送你OpenID的信息 你可以 通过OpenID 对这个 Modulate整个 这个OpenQA的 进行管理 那这个东西 发送过之后呢 Modulate 会 会把生成的这个 生成的这个 来储存在本地的 一个数据库里 就是用桌面的来实现 这个 这个 我就是列出的一个 大概是一个 一个样子 是什么 其实这个 就是一个 Jayson的一个格式 然后里面 有一些 有ID 有这个 jobs name 还有一些 返回的一些结果 什么的 然后这个东西 直接通过 这个Client 这个前端 就是 通过那个 是 可以看到 可以对这个 这个job进行编辑 进行删除了 进行增加了 进行增加了 什么的 然后呢 具体好测试的行为呢 是work来实现的 就是你用户直接 发送那个work指令 然后 然后 调用某招的设计 来去 做这些 已经 定义好的 这些jobs 他会 调用这个 auto install 这个 然后 auto install 通过三个key 就刚才咱们讲过 三个key 跟这个 虚记来进行交互 然后虚记返回这个 屏幕截图 然后呢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具体的匹配的工作 其他工作这里有个概念 就是needle screenshot 加needle 其实这边写的不是很 不是很确切啊 这东西 needle 已经包含screenshot 在里面了 然后open streaming 他要反归这个结果 根据结果判断 测试手通过 然后 majolias 还会直接 就是 来去 handle 这个webui 就你直接通过web界面 可以 可以观察到现在测试的 整个过程 包括录像 测试的那个 实时的 视频 包括那个测试浪 都可以在 Ui的探索 刚才提到 那个needle 实际上是 OpenQA这个 系统里 比较有特色的 一个东西 也是一个比较 关键的一个概念 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吧 到底什么是needle needle 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部分就是图片 就是所谓的屏幕截图 一般是保存成png 格式 另外就是数据部分 是一个json文件 具体的形式 就是这样的 这个 这上面分 左右两个部分 左边是那个 测试脚本 右边就是needle分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屏幕截图 偏见文件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json文件 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area 就是定义的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 你在这个图片上 截图上要匹配的区域 对于区域以外的部分 OpenCV是不会去管的 只匹配你区域定义的 只匹配你定义的区域 另外呢 一个部分就是text text呢 就是用来跟那个 那个测试脚本进行互动的 测试脚本的 你看写在这里面 checkneedle 可以直接调用这个text 凡是有这个text的needle 就归纳到这个 就是可以进行匹配的 这么一个过程之中 就是你可以用多个needle 同时有一个同样的text 这样的话 你的脚本调用这个text的时候 实际上是轮番的 把这个多个needle 全都过了一遍 只要有一个匹配的 这个测试这一步就要通过了 然后这主要是needle的这个概念 然后把刚才所有讲的一些放在一起 归纳成的一张图就是 就是这个形式 就是还是没有一开始讲的那么简单 但是还是需要很多东西的 尤其是泡的这个东西也叼了很多模块 在里面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因为现在网络是好 你看一下现在这个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 OpenQA 从那个WebUI上看 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大家如果有设备的话 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这是现在在测这个 OpenSuite的一个 就是滚动测试的一个 一个网站 就是他们架了一个 就是我们那边德国图示架了一个server 然后这个东西实际上 就是测的内容 就是每天都会 OpenSuite都会有相应的build 就相当于是dailybuild的那种形式吧 而且build有分了很多个版本 不同的build 然后呢 这个build出来之后 就自动在里面跑一遍 就滚动的跑 只要有build就跑 然后那个第二天会有新的build 在里面新的 所以你要是看这个网站的时候 它总是在跑一些测试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正在跑测试这事 点击之后可以看到测试的详细的一些情况 比如这边 这边左边列出的测试的具体的 这些脚本 这是一套测试 引发分不重脚本 然后右边这是测试的log 这个log是实时更新的 就是现在在测试的时候 然后上面这边就是 就是当前测试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实时的一个视频 实际上这个视频 也是有很多截图文件来去拼他们的 现在因为网数比较慢 可能它这个测试给卡不过 前面也都成功了 前面也都成功了 现在这个跑测试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就是smoke test 就是可能验证这个application 或者是这个新建的这个ISO文件安装的过程 是否能够安装 然后是否能够起来 对于详细的功能 像测试 它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要是 要是设计到功能测试的话 可能它这个ISO 这一个系统 它不会很快的跑来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它用在这项目 但是我们是希望把它能用在 像reversion测试一种地方 所以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调查 做这方面的努力吧 能代替一些回归测试的内容 然后剩下的就是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社区里面的爱好者吧 如果对这感兴趣 或者其他一些公司的 其他一些社区的爱好者可以加入我们 然后具体的方法就是 我们所有的OpenQA的代码 现在都在GitHub上 这是刚才说的 我们的OpenQA和OS AutoInstall的两个部分 全都在这里边 大家都可以直接Git核动一下 然后可以研究一下上面的东西 如果觉得有些地方需要改进的话 也可以直接的去 去 forward 出来 然后自己做 然后发那个to request 至于就是脚本这块 测试脚本 现在主要在上面 就是OpenSUSE 还有UGOS 生成两个独立的 一个GitRevo 一般如果是想入门的话 想比较快上手的话 可以先从脚本上 虽然也是都是拿Pro圆形 但是它调用的这个 Pro的这些函数 这些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我们关键是我们这点就是 因为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嘛 所以我们这个 可以用在很多个平台上 各种翻译码都可以用 包括Divin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大家是来自 Divin社区了 或者Ubuntu社区了 Fidala社区了 可以帮助我们 来把这个可以 迁移到别的翻译板上 做一些测试 你这也可以架自己的 OpenTrade Server 来24小时跑这个Divin 都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要讲的就是 结尾要讲一下 就对未来的这个自动化测试 一些展望 之前我们研究过这个 Skooli这个东西 Skooli它实际上 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 专门用来做测试的一个东西 它是指一种 图形化的一种 图形化的 处理图形的 一个编程的 编程语言的框架 距离形象来说 我这边有一截图 这是Skooli它自带的 一个IDE的界面 它的编程方式就是这样 截图 比如说第一行书 我就迎戴这个截图 然后底下 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写起来还是比较直观的 但实际上它后面 标用的也是这个截图的 位置的信息 只是这个IDE 其实也是比较新兴 这个东西出来 其实也有好几年了 但是现在 好像实际在使用的 都是自己在玩吧 就实际把它用到 工程之中的 好像并不多 所以我们希望 能不能用这个来进去 能完成一些 自动化测试方面的工作 因为这个相对于 OpenQA的好处 它效率更高一些 效率更高 而且它匹配的图 就是不用把整个图 都剪下来 直接匹配 你自己剪下的图 所以它现在还不是一个 完整的框架 所以还需要很多的 工程度要去做 基本上我今天讲得多 然后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能不能点试一下 用OpenQA 做一个小测试这个 比如能不能自动打开 get it 然后点一下 什么汉料或者菜单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今天准备的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 这个东西 要跑的话 可能还需要时间 而且 其实你可以看这个 看这个网站上 现在有一个现成的 现在实际在跑的一些东西 现在正在测那个 NewCash 你觉得放上这好的东西吗 嗯 VD我没过 它是网站这种 哦 这网站 我这可以直接放那个 把这个测好的 也可以放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好像快进了 好 这是一个 这是快进的一个测试 更加进行三处 然后直接动到系统里面 好 这是安装测试 好 这已经点击了 实际上它的操作 完整之后 快捷键来 快捷键的形式 来 来去操作 因为现在就是 由于KVRM的一个大 现在鼠标来去控制 这个 功能还没有完全实现 所以现在的一切的测试 都是靠你三个Key 这个速度有点慢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形式吧 还是这样 那刚才 用没有用到奥跟系统吗 用到了 就是 它匹配的时候 用的是 底层用的时候 会随于 匹配 对 匹配这个图片 就是 检查这个图片是否 是否和尼多子 这个截图是否和尼多子 符合 它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匹配的 然后你也可以自定义 这个匹配程度 刚才那个过程 在SENTIKey的时候 是没有依赖匹配的 没有了 是吧 SENTIKey是不依赖的 就是 不是先分析 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 这直接从脚本里实验的 好 然后那个图片是为了 确认 下一步是我们想要的 那个结果 对对对 那如果 用户 拿这个脚本 原分不动的 去测 装了另外一个主题的 同一个发行板 会出事吗 可能会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东西 它这个测试脚本 分好几套 对不对 不同的 不同的 就是 因为从比如 OpenSUSE 它有Release 它有Factory的Release 它有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有KDE版本 有Gnome的版本 或者有别的一些版本 所以每个版本 你都要准备 或者你也可以写一套 这个script的测试脚本 然后中间增加一些条件来判断 然后具体它是哪个版本 然后实现不同的匹配 匹配到不同的Middle 这样 写脚本的人很辛苦 我们现在正在写脚本 还是比较辛苦 那你交往的一个可能 录制是什么 你说通过这个 直接在这个系统里操作 然后直接录制出一个脚本 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 那就是什么 是 这个不知道录制中的脚本是 会不会很 就是很恐怖 这个 但实际上 这个倒是一个很快的脚本 一个开发方法 将来出品有这个功能 出品 因为 不管是 那个测试工具 像是罗拉党 还是我以前 有些微信有一个 辅助链 或者像 什么 按键经营 那其实有多少 对 对 按键经营它其实是 那个 是 是 那我再有个问题 今天有个可能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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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你说 那个 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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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就是 目前为止 还没有提升 别的 但是 应该是 也有个可能性 就是 内部 能说解内部有 就是 内部有那个 test case 结果的 分析工具 还有结果的 汇总的工具 叫 QADB 嗯 然后 我们在QADB里 会把这个 open QA的 所有的结果 汇总进去 然后做分析 对 但是 持续集成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哦对 我只想问一下 你们那个 就是 daily build 不是用持续集成吗 daily build 是的 呃 那 他刚才有跟我说 就是说 你们把持续集成 放到了你们 那个测试里面去 测试的那个 框架里面去 是不是 还是说 你把它独立出来 有没有用别的工具去 别的现成的 open source的工具去做 其实这个open source 已经是 本身就是一个 它 它跑在这个 server 它本身就是一个服务 就是本身一个 server 级的一个东西了 它把很多东西都包过去 包括那个 调度这些 job 这些东西 全都在它里面 等于它 其实已经能做 那现在这个说 就是说 我只能测试 插把那个框架 嗯 如果你放在别的框架上 可能通用性 不是非常大 嗯 对吧 别的框架目前还没有 我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 因为如果你把 你把所有东西都分离出来的话 那 有可能我这个 这个 我只要单独以这个东西 移到另外一个框架上 移到另外一个 那个 比如说arm上面 或者说是mix上面 我只要单独移就行了 我不需要说 全部 把你整个open的框架 放给你 对 现在可能 因为这个主要还是针对 对这个X86 这个框架来做 目前还没有考虑到那些问题 不过 不过就是 希望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做些贡献吧 可是 可能是我们去对PVM的支持 嗯 就是 PVM能支持的 那个 ARC 我们都可以支持 比如它上面只是 只是Core在跑 然后 openCV是C的固在 圖形匹配 所以 PVM也是可以跑 这些吗 对 对 如果 然后说到持续集成 我就可能理解不太一样了 我理解持续集成是 从代码级别 就是 这个ISO形成之前 你发现了错误 然后立即反馈给 咱们的有一个build service 假设有个build service 它可以持续集成的去build ISO 但openQA的角色是在ISO build完之后 就是已经形成了ISO 前端已经build完了 已经出发 对 持续集成的阶段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 openQA的角色做那个acceptance test 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就是在ISO持续集成完 当然我们现在内部的开发团队 就是苏集内部开发团队 也是openQA的核心团队 正在设计一种 就是项目流程 就把openQA这种方式 放到前面 就ISO ISO形成之前 持续集成的一个环节里去做 就是说 在当ISO还没有产生之前 openQA已经可以测出了 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在ISO交付 给真正的人使用之前 它可以得到自动化的一个保障 请问一下 你现在感觉这个东西是在 在你们内部正在用的东西是吧 对 应该是openQA的正在用的 那你们有统计过它的 就是做了这些脚本之后 它的这个测试的这个代码覆盖率 代码覆盖率 我这边好像没有 没有 我心里话 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很简单的测试 是 现在就是所谓的smoke test 特别特别 就是验证性的测试 就是验证的东西不会crash 验证这个application不会crash 验证这个installer 会经过 那比方说 如果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方说 好比说它有一个什么弹数矿 阻止了你的后面的这种 这种键盘的输入或者鼠标的输入 那你会做什么样的这种检测 你是不是就会挂起在这儿 然后等一个什么超时或者还是 是会 这会产生一个错误吧 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后面就是 你是怎么判断是靠超时吗 还是 因为后面那张图没有那几东西 就是在一定时间内 比如某个窗口没有弹出来 这个也会触发一个错误 那然后这个测试就被停掉了 这个就fail掉了 就fail掉了 对 这个就fail掉了 所以你可以在脚本里写三种 你做方式都可以 你可能需要 如果是你认为这正常现象 你需要改一下脚本 那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你们除了用它以外 你们还在用其他的什么测试手段 手动测试 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它减少了多少手动测试的工作 很多 至少对每一个就是 每一个build出来之后 你不用手动的把它安装一遍 然后看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每天的build的数量很大 不过全都靠手动测试 是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能大概的给一个概念吗 给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现在看 现在跑的这些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好比说 你原来用手动测试的时候 你需要投入十个人 才能够把你们的预定的测试上 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完成 那你已经说了这个 可能你就变成五个人 或者你变成三个人 或者变成八个人 具体的比例我还不好说 我现在肯定我觉得 我觉得至少能够减少一半的这种 这种人力成本 那这个减少的人力成本 主要是在安装之中 对 就是安装 还有这个 对于安装的这个 这个分析吧 这方面 安装过程之中 因为你要人装的话 你当然你可以去看着 但不看着也会有问题 你可以同时装好几个 但是有时候你会 就是 你还得去看这个 比如说失败了之后 然后 你还得记录下这些 烙子吧 什么的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OpenTray 它就帮你全都做了 包括失败的那些烙子 全都在里面 然后其实可以节省很大的 冰程 我个人 你没有跟它测过 什么具体的这种 萤幕软件吗 萤幕软件 我们在 其实现在在研究 我们在做 那些Regression的测试之后 听着好像主要就是 测一个安装过程 安装完之后 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 application的 打开 关闭 却完了 不过 也这样 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做 别的一些脚本 就是Regression的测试 就是验证它 有没有别的 有较详细的一些测试 我能多问一句 就是你们 你们的手工测试 覆盖到什么程度 手工测试 目前 有百分之百分之几十 百分之二三是转到这一方 这一方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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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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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手工测试覆盖了 你们的大版的百分之多少 或者覆盖了你们的功能的百分之多少 覆盖了feature的 是这样的 就是就是那个 在一个发行板里面 首先所有的rpm包的生成 都是应该是由rpm的维护者去负责的 就rpm 在并有rpm之前 应该是会有UT的代码去确定 它的新的代码是百分之百被UT过的 就是说它函数和函数还有模块是正常运行的 然后才能打RPM来 然后交付之后在OPPA这个阶段 或者说就是咱们说的手工测试的阶段 应该是不会去考虑代码的覆盖率 而不会去考虑功能 或者是最重要的企业客户 它的行为的覆盖率 这种覆盖率是很高的 你怎么去严格的做这种统计呢 企业版是有统计的 因为现在主要是正对open supply这个产品 如果open supply因为它是开源项目 所以不是特别好说他们是怎么去做 然后我们对open supply的手工测试 投入的并不是特别多 对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open supply的价值是所在 因为社区里的人很少会去做手工测试 但你看这个5月24号 就现在有12345678个Q就跑 如果是没有open supply的话 这就需要8个人去跑 或者说一个人分成8个人就跑 对 所以我不经常去想思考去 它节省了百分之多少的effort 或者是说它增加了多少的产能productivity 就是就算把这个工作放到社区的话 你去让社区的人去跑这些安装的措施 非常乏味的 非常扶导的 大家不愿意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还不如把这个交易机起来 至少我们维护这个open supply这个创建的时候 就是还能有些乐趣 只要比你装系统有多 我可以问 你们这一套系统我看 就新的是那个QAMU和OpenCV吧 我看这套系统这些东西呢 都在Windows上也不值得 你们有没有可能回到Windows上去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有这方面的计划 但是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做 其实这东西都没有问题 像PRO这些都可以做你 那是测Windows 那不是就我们这 您在Windows上 Windows上部署这个环境 还是说测Windows 那你可以在这个环境里做 就这个它也直接就是测Windows 可以 那可以 只要虚极能跑的它都能做 那有一问题它只能算个T啊 目前为止是因为 所以好像我记得是PUM有一个bug 导致了 目前就是对于鼠标来说还没有很好支持 大家可以用Windows Windows也可以 但是我还没有用它跑 在Windows上跑 在Windows里面能用的话 那你在脚本里面也必须要写明白说 我要把鼠标挪到某一个点的点 还是我只要说我把鼠标挪到某一个空间上的空间 挪到某一个什么 某一个空间上 现在应该是某一个点 还是按过鼠标 但是接应的程序它在启动的时候 它不是那么的保证说每一次都恰恰能启动 刚才那个School里它就可以实现 就是说你直接把那个相应的空间 或者所谓的空间 或者那种元素在截图 然后进行匹配 然后直接去点那个截图上的 那如果一个界面上有好几个类似的这种 在Windows上是会有这种状况 你可以增加截图的算 大小啊 对算大小 你可以这个东西也是乐趣所在 好 好 好 这个东西也是乐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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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是乐趣的样子 就是自己截出来的吗 这个是你也可以手动去截 你也可以就是说 你在讨一个Kate的时候 讨一个Kate的时候 它们现在报错了 Fail掉了 但是它会有一个截图 你用在那个截图上 然后你可能可以去做一些修改 就是定义它的那个范围 然后修改你的 根据截图修改你的Squade 那就是说 你们会先拉出 就是先找出一批正确任务图 先放到那个 所以说正确任务图就是 密漏图的概念 就是截图加那个这份文件 来定义一个区域 因为数据 我们在数据上来说 数据上来说 同学人家好照 就是说 我们来 我们就会说 需要我们自己去一点点解图 你可以在那个Squade 设对Needle的匹配 然后它会 它找不到这个匹配的时候 它会截一张图 所以你Squade跑下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截图 你直接就做一张图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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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导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